高铁线路再扩容 京章高铁时速350公里 直达冬奥在场 2019年消费预计将破40万亿元 稳定汽车消费 部分城市放宽或取消限购 强冷空气来袭 多地速冻 1.5万余名游客因暴雪滞留高速 霸占河道 私建为宴 环保监察组重拳出击 洞瓶湖湖霸 布满选举法修正案 韩议会上演年度动作大戏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各位晚上好 我是姚雪松 晚上好 我是张燕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经济信息联播 欢迎您准时收看 世界首条时速350公里的 智能高铁 连接北京和张家口的 金章高铁 今天正式开通运营 今天同步开通的 还有张家口到呼和浩特 张家口到大同的高速铁路 三条高铁新线的江 进一步的知密我国 八纵八横高铁网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金章高铁 今天早上八点半 首发列车正点驶离 北京北站 我现在就是在 金章高铁的 始发站 北京北站 我身边这趟列车 就是即将开往 张家口方向的 始发列车 只需要57分钟 就可以到达 张家口了 相当于现在的 普速列车 它缩短了两个多小时 那么在开通的初期 每天会安排 36对客车运行 开售一分钟 就很多车子的票 就已经被抢光了 很多旅客都是希望能够在今天来乘坐列车 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金章高铁从北京枢纽 北京北站引出 经北京市昌平区延庆区 至河北省张家口市 线路全长174公里 全线共设北京北 清河 八达岭长城 夏花园北 张家口等10座车站 清河站是金章高铁第一大站 距离始发站 北京北站只有11公里 车站以海纳百川为设计理念 采用曲面屋顶 台梁式旋条屋檐等结构手法 体现北京古都风貌 致敬百年经章 八达岭长城站 位于八达岭长城的核心景区 长城地下百米深处 是国内目前埋身最大的高铁地下车站 旅客出站乘坐超级电梯 三分钟就可以到达出站口 直达八达岭景区 连接北京到张家口的金章高铁 全部开行智能型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应用北斗导航 防灾预警等技术 实现了自动驾驶 不仅仅智能 它还有很多人性化的设计 我们的记者也乘坐了 今天早上的首发列车 进行了体验 我们来看看 这辆就是金章高铁的智能动车了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车头模拟的是鹰损 这样的造型设计不仅美观 而且还具备优越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可以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再减少7%的空气阻力 那么作为我国首条智能高铁 它和我们普通乘坐的列车 有什么不同呢 一起去看看吧 列车不光是有一个亮丽的外形 还有一个智慧的大脑 它在全世界首次实现了 时速高达350公里的自动驾驶 它可以倒点自动发车 区间自动运行 到站精准停靠 可以自动开门 虽然我们的运行时速达到了350公里 但是我们在乘坐的时候 依然感觉是很平稳的 而且我们车厢的内部 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 自动调节 温度 灯光 甚至是车窗的颜色 这样让我们乘坐起来 感觉更加的舒适 这里就是列车的商务座车厢 这个座椅不仅能够按摩 还能够加热 同时还新增了手机的无线充电功能 在我们的车厢中间 还专门设置了雪板的存放处 这个就是雪板的固定器了 乘客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存取设备 经过短短的一个小时 我们就从北京到达了张家口 大家从我时候可以看到 大家正在举行这个庆祝仪式 都是非常的兴奋 在这也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和我们金章高铁同步开通的 还有重理段的铁路 只需要一个小时四分钟 就可以从北京抵达 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地重理了 今天的内蒙古首条 进京高铁张家口 至呼和浩特高速铁路 与金章高铁同步全线开通运营 上午10时35分 首趟从内蒙古开往北京方向的 高2410次复兴号动车组 从呼和浩特东站缓缓驶出 经过两小时32分钟后 抵达北京 不少游客都来体验首发列车 我特地来感受一下 咱们进京的高铁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 我也想去北京买点衣服和年货 以前的话就是我们坐90车 或者说就是其他的列车的话 去一趟北京或者从北京回来 都要九个多小时 我们高铁开通了之后的话 就要两个多小时 我们就可以去一趟北京了 张乌高铁全长287公里 设计时速250公里 全线6座车站 张乌高铁与金章高铁 同步开通运营之后 从呼和浩特至北京的铁路运行时间 从过去的最快九个多小时 缩短到最快两小时九分 高铁开通运营初期 内蒙古将开行 进京复兴号高铁列车15队 最短间隔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 实现公交化开行 开启内蒙古地区和北京的一日经济生活圈 以后早上从北京坐高铁出发 中午就可以在大草原上品尝唇香的奶茶 来炖手把肉 晚上再尝一尝塞外传统名吃羊杂碎 点几串香儿不山的羊肉串 还不耽误晚上回到北京家里睡一个好觉 原来三到四天的草原旅游项目 缩短到了一到两天就能完成 预期在不久的将来 高铁加旅游 高铁旅游列车等 依托高铁出行的旅游产品 将会成为内蒙古草原旅游的新热点 2019年我们国家有十多条新的高铁线开通运营 全年新增高铁里程超过4000公里 总里程突破3.5万公里 稳居世界第一 那么今年新增的这4000多公里的高铁线路 分布在东南西北多个省区 除了金章高铁 张乎高铁 张乌段和张大高铁 同步通车之外 在中原地区 郑渝高铁 郑州至襄阳段 郑州至富阳高铁 金港高铁 商丘至河匪段 在12月1号也已经同时开通运营 结束了富阳 南阳州口 平顶山不通高铁的历史 而在山东 江西 贵州 四川 随着日兰高铁 日兆至区副段 南昌至赣州高铁 城贵高铁 宜兵至贵阳段的建成 临沪 赣州 碧杰等多个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 也都已经接入了全国高铁网 也正是因为多条高铁新线的陆续亮相 从今天开始起 全国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 那么在条图之后 全国铁路增开旅客列车263.5对 总数达到了4816.5对 铁路运输能力显著提升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 今天介绍 2019年全国消费品总额将首次突破40万亿元 达到41.1万亿 将连续6年保持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 我国流通业石油市场主体超过7000万户 吸纳就业2亿人左右 有力促进了经济稳定发展和民生改善 近年来 我国汽车市场发展出现了重要的变化 在新车销量连续增长28年之后 从2018年开始下滑 2019年1到11月 新车销量2311万辆同比下降9.1% 今天商务部相关负责人就表示 要进一步稳定汽车市场 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 今年前11个月 限额以上汽车类商品销售额 占全部商品销售额的28.1%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4% 截至今年6月底 我国汽车保有量达2.5亿辆 进一步推动传统汽车向新能源汽车 这个方向来转变 要进一步改善汽车的用车环境 增加停车设施 今年以来我国从新车二手车 报废汽车等多个方面 促进汽车市场消费 要求实施汽车限购的地区 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 广州深圳金明两年 增加近20万个养号指标 贵阳取消了限购措施 释放了新车消费潜力 要求进一步落实 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 今年1至11月 全国二手车交易辆 1323.6万辆 同比增长5% 天津实施限行加限购 小客车调控政策 已经6年的时间了 目前天津市小客车 总量调控管理办法修订稿 将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修订对部分条款进行优化改善 在个人指标方面放宽了 非本市户籍人员的 个人缴纳社保审核条件 也降低了准入门槛 那么此外办法还扩大了 可申领新能源指标的车型范围 那么在盘活废弃指标方面 将单位废弃指标 转为个人指标进行配置 近日北京市民航总医院 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遇害案 引发社会广泛的关注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 经侦查终结 北京市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 孙文斌在民航总医院内 杀害医生杨文案 以涉嫌故意杀人罪 移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第三份院审查起诉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份院 已经依法受理此案 并且开展审查工作 检察机关将依法公正办理此案 受到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 我国北方多地寒风呼啸 气温骤降 吉林的中部 辽宁大部 内蒙古中东部 山西北部等地 降温达到12到18摄氏度 局地超过20摄氏度 预计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 北方多地一直到长江 中下游一带多地 最高气温将会陆续创下 京东的新低 最低气温零度线 也将南压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受冷空气影响 河北承德出现大幅降温天气 最低气温零下21摄氏度 其中承德围厂坝上地区 最低气温达零下29摄氏度 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雪 坝上地区仍然白雪挨挨 据说晚上能达到零下20多度 加上又有大风 手根本不敢伸出来 从29号开始 内蒙古大部分地区 气温也迎来大幅下降 地处内蒙古大兴安岭北路的 庚河市满规地区 迎来今年入冬以来的 持续强降温 当地居民今日再次遭受了 零下46.5度的低温侵袭 在强冷空气的作用下 致使当地大雾弥漫 能见度都不足50米 少量的机动车 只好在交警部门的疏导下 谨慎慢行 低温来袭 当地供热部门迅速启动 备用锅炉并往供热 应对急寒 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 此次急寒气候还将继续延续 12月29号 黑龙江汤原县境内浦江暴雪 截止到30号早上6点 降雪量已经达到6.1毫米 雪深达11厘米 汤原县相关部门积极组织 人员和机械上路清雪 为市民创造顺畅安全的出行环境 12月29号 辽宁多地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辽阳 铁岭 安山等地出现大雪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神海 辽宁中部环线等 16条辽宁境内的高速公路 近百个收费站 实行了不同程度的管制 交警部门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加大巡查和管控力度 昨天黑龙江省也普降大道暴雪 省内各主要高速一度处于封闭 或者是现行的状态 这也造成了1.5万余名 从雪香和亚布利景区返程的游客滞留 12月29号中午 由雪香和亚布利景区返回的大批游客 滞留在哈姆高速公路亚布利收费站 12点50分左右 第一批由高速交警和交投集团 代引护送的联合护游车队 由亚布利收费站出发 现在已经护送5批一次 大型车辆150台游客车 130小型车辆已经进入高速 我们明天的飞机以为赶不上了 要误点了 结果那个警察给我们开道 为我们保驾护航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排这样的大巴车队 正在缓缓地通过我们的高速路口 那么这些车呢 就是拉着我们亚布利和雪香的游客 返回哈尔滨的一个车队 当天下午5点 300辆旅游客车 15000名游客 以及320多台群众小型汽车 全部顺利到达哈尔滨收费站 元旦将至 春节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 肉蛋奶鱼果菜等菜篮子产品的供应 成为老百姓关心关注的事情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康震今天表示 今年以来 我国农产品市场供给 总体充足 运行基本平稳 两节期间相关产品的价格 会保持稳定 据监测 11月全国生猪存栏 能反母猪存栏 出现双增的好势头 上周五 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 每公斤42.89元 比11月1号价格高峰 每公斤52.4元 下降18.15% 另外今年1月至10月 全国累计肉鸡出栏 同比增长15.5% 产能达到历史高点 10月份 鸡蛋产量连续6个月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6.1% 近期随着猪价起往回落 鸡肉 牛羊肉 鸡蛋等价格 将保持稳定 黑龙江省福远市 位于我国版图的最东方 地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 盛产100多种鱼类 那么现在那儿的室外温度 已经是降到了零下30摄氏度左右 天气虽然寒冷 但是随着元旦春节的临近 当地的鱼室却逐渐地热闹起来 有不少人在这儿挑起食材 准备年货 我们来看看 我现在就是在祖国的最东方的 黑龙江省的福远市 这里就是当地最大的一个鱼室 有多大呢 从街头到街尾 有将近500米的距离 而且有100多家的商贩 在这里售卖冻的鱼类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这种 一米长的这个鱼插在这里 从左边看过去一排 像鱼鳞一样非常的壮观 而我看到这里呢 还有一条非常特殊的鱼 我刚才问了一下商家 这个呢 是他们这儿 他家的鱼王 所以寄了一个红丝带 这条呢就是鱼鱼 鱼鱼浮远呢 可以说是全国最大的 鱼黄鱼的人工养殖基地 而汉龙江流域呢 也是独产这个史诗巡鱼 现在呢 冬天 刚才主播也说过 这个天非常的冷了 今天最低温度呢 达到零下33摄氏度了 所以鱼洞的是非常坚硬 我们可以看一下 您听到了吧 这清脆的声音 可以说呢 当地商家就是把这种动鱼呢 他们用一种特别特殊的方式 插在雪堆里面 然后排成一排 来到这里买鱼啊 不仅仅是能够尝到美味 也是能够看到这种非常壮观的景象 那么您可能会想了 像这样的鱼 我来买了之后 我怎么拿回家呢 我们正好呢 看到旁边有一个商榻呢 正在巨鱼 大家看啊 这个箱子里就是已经 具好的这个巡鱼的鱼块 而这个 您两位还是在这正聚着呢 是的 这个鱼有多重啊 五十多斤 五十多斤 那像巨这样一条鱼 大概得多长时间 大概二十多分钟吧 二十多分钟 我能试一下吗 可以的 来试一下 这个巨也有一米多长 两个一米多 那么这个鱼怎么吃好吃呢 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大哥 他正在 他正在做鱼是吧 您这个鱼是 要怎么吃 冬鱼片 生吃 生吃 那我能尝一口吗 尝尝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鱼片是非常的晶莹 剔透 削得非常的薄 蘸这个吃是吧 我感觉到啊 这个 这种吃法是保留了鱼最鲜美的味道 它是鱼最原始的味道 我听说这也是贺哲族的渔民 他们当年捕鱼的时候 在江上留下的这种 食用鱼的一个传统 作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餐 年夜饭象征着团圆和喜悦 今年的年夜饭市场 呈现出怎样的消费趋势呢 来看看记者在上海的报道 在上海第二高楼 环球金融中心的87层 工作人员正紧张地迷路着 这是博越酒店中餐厅 第一次开放年夜饭预定 虽然还没有对外宣传 但是海拔400米左右的 上海最高年夜饭 已经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那其实我们现在的预定情况 是基本上所有的8到10人的大桌 都已经预定出去了 然后现在空下来的是 一些2到4人或者是6人的小桌 还是对外开放预定的 餐厅经理告诉记者 因为有登高望远的好寓意 因此开放预约后 十几天内大桌就都约满了 菜式方面 餐厅主打创意江南菜 融合了许多西餐的烹饪方法 餐厅提供多种套餐 人均800到1000元左右 根据上海全家扶刹锅 进行了一种改良 然后选用江南特有的 长江的白灰鱼做主料 搭配沿海的鲍鱼 花椒和新海的红生瓶 一起炖制的一道炖瓶 它寓意是一家人团团圆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2020年年夜饭预定情况 依然很火爆 多家特色老四号餐厅 呈现一桌难求的局面 不少特色餐厅客人 今年吃好年夜饭 就直接预定了明年的 此外 大部分餐厅年夜饭价格 均有不同程度上涨 现在一般年夜饭 基本上几代人在一起 春节在一起 肯定都是到外面去吃得多 因为这样也解放劳动力 在家在饭桌上 也有一个聚会 大家聊天的机会 年夜饭很难就定到 基本上要提前两个月 三个月就直接定空了 所以基本上 年终就开始打算了 霸占河道 私建为宴 环保监察组重拳出击 洞庭湖湖坝 印度新德里农雾围城 六人车祸身亡 布满选举法修正案 韩议会上演年度动作大戏 随着春运的开启 我们的微信里 经常开始收到 好友发来的各种 求加速的抢票链接 因为车票难买 有不少人都希望 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了 各种抢票软件上 但是实际效果究竟怎么样呢 消费者真的能够抢到票吗 老家在哈尔滨的隋扬 在北京生活了15年 每年春节11等节假日期间 抢票都是他回家 必不可少的步骤 15年来他见证了抢票软件 从四五种增加到四五十种 而他每年也要选择 四五种软件同时抢票 只能就是给那个加速包 然后发给亲朋好友 让他给我点一下 点几个加速包 然后这种抢票的几率会大一点 慢车大概也得18个 189个小时大概300多 我150才能抢到这张票 隋扬介绍 十几年来他通过抢票软件 一共只抢到过五次票 成功次数并不多 而现在他也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 抢票软件多了很多隐形消费 比如说我用那个加速包抢票的话 他会默认勾选你买保险 比如说你花了50 然后钱也给到这个抢票软件了 但是你没有抢到 然后你在其他的那个抢票软件 我花了100 我抢到了 但是这个50块钱 它是不给你退手续费的 相当于里外里 我花了150块钱 我才能抢到这一张票 何隋扬同样经历的 还有王文希 之前他帮亲戚购买 北京到洛阳的车票 花50元购买 某抢票软件的会员后 抢票成功率从百分之十几 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多 但即便如此 他也一次都没有抢到过票 没什么用 因为我在抢票软件上 除了那种 就是特别好买的那种空窗期 是可以买到票以外 因为如果那样的话 我在12306上可以直接买 根本就不用他这个抢票软件 剩下我是没抢过票 我是没抢到过票 现在很多的抢票软件 它是涉及到的虚假宣传的 它是夸大宣传这种抢票的效果 用这种夸大宣传比例 速度等方式来获取这种不正当的利益 很多人实际上并没有抢票的能力 也没有抢票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这个涉及到罪名 可能是一个诈骗罪的范畴 那如果说在第三方购票平台 他们在宣传的时候 甚至在销售的时候 有故意夸大宣传 或者虚假宣传的行为 可能按照消法的规定 还需要承担推一赔三的责任 既然用抢票软件成功抢到票的 概率并不大 可为什么每年还会有消费者 继续使用它们 继续来看 因为心灵强 我毕竟花钱了 我肯定是比我没有花钱的 没有加速包的情况下 应该能抢票的几率大一点 专家介绍 因为回家兴起 抢票软件才有了市场 而目前的抢票软件 对于消费者都构成了权益侵害 从购买票的群体来讲 意味着消费者要比正常的票价 多花出一定的金额 才能买到这样的票 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 公平交易的权利 那么这些人买到票之后 对于其他的承车人来讲 对他们公平去购买这个票的权利 其实就受到了限制 对于抢票软件普遍存在的 强制购买保险的行为 律师介绍 早在2014年 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时 就加入了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 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 强制交易的条款 而对于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侵犯 也让抢票软件和黄牛没有本质区别 早些年我们有这种黄牛导票 非实名制的时候 那现在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 去加价购票 核心就是在基础票价之上 还需要付额外的费用 那么这部分费用实际上是被 原来是被个人 现在是被第三方这个机构去获取了 据了解 目前的抢票软件 都是通过不停刷新 12306服务器的方式抢票 有可能导致系统服务瘫痪 影响他人车票的正常购买 第三方抢票软件留存的旅客信息 也可能会泄露旅客隐私信息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目前12306技术部宣布 已经屏蔽多个抢票软件的渠道 并推出了官方的后补抢票功能 帮助消费者在12306平台抢票 监管我觉得重点还是在12306的平台 因为12306是现在互联网购票的 唯一的一个重要的端口 这个端口一定要核实 主要是通过技术的方式来判断 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加强法律的落实 目前春运前期的售票高峰已经结束 还有一些旅客还没有能够买到火车票 铁路部门就提醒 没有买到票的旅客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可以到12306后补 那么什么时间后补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呢 我们继续来看 在上海站联合售票大楼 到处都是没能在网上抢到车票的旅客 在焦急地排队买票 网上一打开就没有了 我都跑最近三天了呢 我没有人 三晚一百天都没有票 不过在排队的旅客中 也有专门来退票的 递这个票 这个票是原来报号一票 现在我捡线二十八号要走 而退回来的车票马上就会上网 用于分配给已经提交后补订单的旅客 你后补了吗 没有 不会 不会后补 根据铁路部门的统计 春运火车票预售开始以来 每天已发列车车票后补兑线率超过了七成 业内人士提醒后补车票很重要 晚上抢到退票的概率更大 一般性是晚上10点到11点吧 因为旅客有时候在晚上有可能家庭聊聊 或者怎么安排安排 然后初步成型一个计划的话 会晚上有这个决定 下面我们来关注发生在湖南洞庭湖 判的一件打黑除恶案件 洞庭湖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 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失地 但是就在这里却常年盘踞着一股黑恶势力 他们霸占河道 私建为宴 大量私吞自然资源 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是的 今年的扫黑除恶工作当中 中央不仅将这个独霸一方的黑恶势力 一举打掉 而且还揭开了当地隐藏在其中的一张 关系网 人情网 利益网 我们来看具体报道 夏塞湖矮围通俗地说 就是在洞庭湖原自然生态的潮州上 违规修建的人工堤坝 60岁的私营业主夏顺安 在十多年时间里 未经批准在政府眼皮底下 堂而皇之的非法累气长达 18000多米的矮围和三座水渣堤坝 面积27700多亩 这个非法修建的矮围 不仅严重影响着洞庭湖河道的泄洪 而且截断了鱼类回游通道 破坏了鱼类生长繁殖 和其他动植物的生态环境 被这些矮围包围以后 基本上鱼类也进不来 就隔绝了这个回游通道 那么全球比如说 那么夏顺安是怎样一步步 将湖南原江相因 一阳三地市县属地的夏赛湖 据为己有的呢 这是夏顺安在夏赛湖 先后私自修建的 三个水泥堤坝坝渣之一 北渣 初期为了逃避监管 土生土长的夏顺安 把北渣就修建在 一阳原江市和越阳相因县 交界的中轴线上 他把那个榨的竹线 一半在一阳 一半在越阳 越阳的来了 他说我没在你这里制法 没在你这里搞建设 在你无论制法 我们这个一阳的过去的时候 他说我这里是相应的 就这样 从2001年至2012年 十多年时间 夏顺安步步蚕食 逐年推进 将整个夏赛湖 建成了集矮围 水渣围一体的夏氏封闭集团 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 夏顺安还组织了带有 黑社会性质 所谓的护余队 他说你一进去 他就打冷包 就是强行拔击下来的 你帮你穿着这个 鱼 那你后来怎么回来的 怎么打他就回来的 交横跋扈的夏顺安 占地为王 甚至不把当地行政执法人员 放在眼里 夏顺安根治 因为政府比较复杂 有黑社会性质 存在在里面 我们现在的执法同志 就是多民私费 就是这样一个恶贯满盈 横行乡里的人 却一直得到湖南原江 易阳 湘因 这三地有关部门的一致认可 夏顺安的承包合同 竟然签到了2040年3月31日 那么他又是如何逃脱 当地各部门层层监管的呢 我们继续来看调查 当时都是我们 我们都是自首自知 所有老同志的 或者是所有全职志工的 经济福利或者生活费 都来源于那个活动款 就像他一样 他每年都按时交了活动款 就认为他是中活动手 我给你交钱给我 我能保证我就不管了 当时的时候是这样的 金钱收买 夏顺安很轻易地将管理单位 驯服在了自己的手上 但他深深知道 洞庭湖的水域里 能监管他的并不止一家单位 你想林立部门 它是实地 实地方面的问题 雪地部门 这就是有一个防护法 有一个核的管理法 在包括国土部门 还有防保部门 我们各个部门都有 各个部门的那个法律 相关的法律 但是在夏赛湖 尔维整住之前 我们从来没有 那个联合之法 这种九龙治水的监管结果 就是各个职能部门都管 有都不管 直到2014年 有人把洞庭湖 夏赛湖的情况 反映到湖南省政府 长达17年的违法侵占 其背后一个最重要原因 就是官商勾结 利益输送 当地纪委办案人员 在袁一阳市水利局局长 胡经纬家中搜查时 发现他家床头柜中 散落有上百个橡皮筋 根据线索 办案人员一路追查 最终 在一个废弃的水塔里 找到用三个黄色塑料 香盒装满的 500多万元现金 2018年6月 国家环保督察组 发现夏色湖矮微整治 不达标不彻底 被公开曝光之后 洞庭湖夏色湖矮微 终于被全部拆除清零 长达17年的胡霸夏熟安 也因为涉嫌违法犯罪 锒铛入狱 目前已经进入了 法院审判阶段 我们只用了13天的时间 那么就动用了 将近3000余人次的劳力 彻底地将它的 全面地拆除到位 整个洞庭湖的 一个非法矮微 全面拆除 实行执法巡逻船 无人机固定监控 摄像探头等立体化 多层次寻查 实现全天24小时 实时监管 这就是下载服务 我点击进去 进去以后 这就是实时的 他们现在在巡核的 这个情况 60岁的张琛 是中科院湿地研究专家 长期关注洞庭湖 湿地生态环境 这片潮州 已经拆除一年半了 张琛仔细查看后发现 原有的自然生态 正在慢慢恢复 而且我们看到的 这个台草 这是还不是很密集 密集的台草 高度大概有这么高 也整个人才 就像绿毯子一样 满滩滩都是 它来的时候 如果这个台草非常嫩 它就吃它这个嫩草 值得期待的是 2019年9月15日 当地环保志愿者李建志 在路湖巡湖时 用照相机长焦镜头 拍摄到一种 十分稀有的候鸟 这个鸟就是 横井斑鱼 这只鸟是这种七夕鸟 它是能摆放 飞到哪儿去 从我们这里 烧足停留 这只鸟 我在东天湖拍了20多年 这是第一次拍到 横行17年的 湖坝被罚办 25个单位 62名公职人员 被免职问责 这一堪称 湖南史上最严的 环保问责 刮起的 不仅仅是一场 生态智力风暴 扫黑打恶行动 更是一次对 基层政治生态 曲邪扶正 正本清源的一次 刮骨疗伤 印度新德里农雾围城 六人车祸身亡 布满选举法修正案 韩议会上演年度动作大戏 当地时间的30号 印度首都新德里 遭到了大雾笼罩 能见度低 给交通运输和民众出行 带来影响 由此导致的一起交通事故 还致6人死亡 我们来看具体话题 受此次大雾影响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多个地区 能见度几乎为零 有30列火车出现延误 16个航班 被降其他机场或被取消 一些出行的乘客 不得不在火车站或飞机场 等待长达数小时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 一辆汽车因浓雾 导致能见度太低 最终掉进了河里 造成6人死亡 印度气象部门表示 除了大雾 新德里当天还迎来 2.7摄氏度的低温 而且这种严寒天气 可能还会持续两天 低温 高湿度以及无风等 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天气条件 也让当地的空气质量恶化 30号上午 新德里的空气质量指数 一度接近450 达到严重污染级别 当地时间29号的上午 美国德克萨斯州北部的 一座教堂发生的枪击事件 造成包括一名枪手 在内的共计 两人死亡 另外有三人受伤 其中一人情况危重 据美国媒体报道 枪击发生在德克萨斯州 怀特赛特门市的一座教堂 一位消防局的新闻发言人 在枪击事件现场 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执法人员是在当天上午 9点57分接到报警 随后赶到现场 事发时教堂 正在举行周日的活动 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时 现场有两位携带武器的民众 进行还击 从而及时制止了枪手的行动 避免了更多无辜民众遇害 据悉 枪击事件 共有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中枪 枪手和一名受害者 在送医途中死亡 另有一人受重伤 还有两人在逃避过程中受轻伤 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法新社报道称 美国是目前全球持枪人数 最多的国家之一 包括自杀在内 美国平均每年因枪支死亡的人数 达到36000人 近年来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 急剧增加 引发人们对枪支进行管控的 讨论 当地时间27号 在投票表决 选举法修订案的 韩国国会全体会议上 上演了相互辱骂 推散的闹剧 韩国媒体形容 这是动物国会 韩国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 发生身体碰撞 当天双方对峙长达一个多小时 最后文喜向动用议长的秩序维持权 才终止了闹剧 由于激烈争执和推散 有自由韩国党议员 还被送进了医院 不过该党派的强烈抗议 并未见效 27号 韩国的选举法修订案 还是以93%赞成的 压倒性多数获得了通过 这意味着明年国会选举时 韩国国会会按新的规则 来分配议席 自由韩国党的议席 将因此而减少 今年4月 选举法修订案的雏形 拿到韩国国会提交时 自由韩国党议员 就曾在国会闹市 执政党等阵营发起反击 当时的冲突更为激烈 近300名议员 在现场大大出手 甚至动用棍子 铁锤等工具 导致多人受伤 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日本媒体今天报道 对于在2020年 东京奥运会水球赛场地 东京晨熙国际旅游中心 发现的致癌物质失眠 东京都政府就表示 将会采取紧急措施 来进行应对 失眠是在赛场顶棚 支柱上的耐火涂层当中发现的 那么从2018年的秋天开始 陈寺国际旅游中心 就已经开始了进行 分阶段的改建工程的施工 在2017年的施工之前 调查当中就发现 场馆使用了失眠 但是考虑到当地的规定是 喷覆失眠的位置以及状况 是属于维持当前现状的情况 所以此前没有采取对策 失眠是一种已经证实的致癌物 可能导致健脾瘤以及多种癌症 当地时间的29号 澳大利亚山火仍然在继续肆虐 有超过26万的民众提交请员书 并且要求取消悉尼跨年庆典烟花表演 不过悉尼市政府就表示 跨年庆典烟花仍然将照常举行 当地时间29号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气温 再次突破40摄氏度 同时伴随大风 受这一天气状况的影响 火势进一步蔓延 当天维多利亚州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 要求维多利亚州 特别是东吉普斯兰地区的 3万多居民和游客 尽快撤离危险地带 此外当地即将举行的一场 大型音乐活动 也因为恶劣天气而宣布取消 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新南威尔士州 截止到29号下午 当地仍有95处山火在燃烧 其中48处尚未得到控制 已经燃烧数月的山火 也让澳大利亚特有物种烤拉 面临生存危机 据新西兰先驱报网站的报道 肆虐的山火以及持续的高温天气 已经导致大约8000只烤拉丧生 一些侥幸逃生的烤拉因为太渴 不得不向路过的行人逃水喝 据报道 目前已有超过26万人 在请愿书上签名 主张将今年悉尼跨年庆典烟花表演的 约650万澳元 约合人民币3200万元的预算 花到支持抗击火塞的志愿消防员 和遭受严重干旱的农民身上 对此悉尼市政府发言人表示 2020年悉尼跨年庆典烟花表演的 准备工作早在15个月前便已启动 这意味着大部分预算早已花出去 临时取消庆典 势必将影响到悉尼许多行业的经济利益 同时也会让许多早早预定了 欣赏烟花表演的人形成落空 因此跨年庆典烟花表演仍将举行 此外 当地消防部门表示 已经为跨年烟花表演做好准备 但也不排除因为当天情况过于危险 而在最后时刻取消烟花表演的情况发生 据报道 悉尼跨年庆典烟花表演 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公众活动 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 技术最为先进的烟花会演之一 每年都会吸引超过10亿的 全球观众观看 为当地带来大约1.3亿澳元 约合人民币6.3亿元的经济收入 2019年即将过去 全球各地将会明天 也就是今年的最后一天 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狂欢庆祝 从东京色谷街头到纽约时报广场 全球各地的庆典活动 将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欢度新年 现在各种准备工作 已经进入倒计时 3 2 1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 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跨年庆典 作为庆典内容最重要的一部分 当地时间29号 时报广场进行测试 跨年夜的采泄效果 虽然只是一次测试 但还是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今天我们测试了准备 我们想确定是空气 据组织方介绍 今年将洒出大约1.5吨采泄 预计将有成千上万的新年愿望 通过许愿墙及虚拟许愿墙 现场或线上提交 预计当地时间明天 也就是31号晚上 将有超过100万人 前来纽约时报广场 参与跨年活动 而在日本东京的色谷车站一带 每年的最后一天 也都会举办 倒计时迎新年活动 由于大量游客 届时会聚集到这里 东京都色谷区政府 因此颁布了一项新规 规定从31号下午6点起 到元旦凌晨5点 在色谷车站交叉路口 中心街一带 街道 公园和广场 一律禁止饮酒 色谷区政府还要求便利店等 在此期间给予配合 不要销售酒类饮品 此外 当天政府还将派出人员 在街道上巡逻 如发现违规者 将劝其不要饮酒 据悉 这一规定是在今年10月 西方万圣节之际 色谷区政府首次颁布的 当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更多的消息 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基区层面2018到2035年草案公式启动 按照规划 北京将建设政务环境优良 文化魅力彰显和人居环境一流的 首都功能核心区 并将强化两轴一城一环的城市空间结构 今晚24点 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开启 92号和95号汽油 每升将分别上涨 0.18元和0.19元 0号柴油每升上涨0.2元 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 50升容量估测 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9元 今天云南丽江至香格里拉的 丽香铁路元宝山隧道顺利贯通 丽香铁路全长130公斤 9.6公里 连接丽江古城 拉市海 玉龙雪山 香格里拉等著名景区 建成后 乘动车从昆明到香格里拉 仅需4个小时 目前国内作业深度最深 容纳潜水员人数最多的 饱和潜水支持船 海龙号 今天在广州正式交付给新加坡 海龙号的交付填补了 国内高端饱和潜水支持船 自主建造的空白 今天海龟大熊猫贝贝 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隔离检疫生活 入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亚安地风峡基地 贝贝2015年8月在美国出生 是熊猫中心第18只海龟大熊猫 近日安放在内蒙古大清安岭卡鲁奔国家湿地公园的红外相机 拍摄了两段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水塔觅食的画面 画面中小水塔们在冰雪的河面和冰洞中穿梭捕食 显得非常可爱 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29号发布灾情通报 台风八棚在飞造成死亡人数已升至47人 另有140人受伤 目前仍有几万名灾民住在避难中心 部分地区的宫殿仍未恢复 由于财政困难 美国新闻博物馆将于2019年最后一天结束营业 这座新闻博物馆主要展示与新闻事件相关的展览品 其中最受关注的包括八块巨大的柏林墙墙体 以及遭遇911恐怖袭击后的世贸大楼残骸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截至12月28号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员克里斯蒂娜科克 已经在太空度过了289天 创下女性单次航天飞行时间最长的记录 29号 一只黑熊在试图穿越美国田纳西大学校园的时候 无幸被困在了棒球场的一节馆子里 当地自然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 在得知情况后赶到现场 在校警的帮助下将这头熊解救出来 29号 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一家马戏团 发生惊险一幕 一名空中杂技演员在表演过程中发生失误 头巢下从高处跌落 不省人事 据俄罗斯报报道 这起事故造成杂技演员的内脏器官严重受损 目前仍生死未卜 当地时间27号 世界上已知最长寿的一头野生黑犀牛 由于自然原因 在坦桑尼亚一处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去世 去世时57岁 由于长期遭受偷猎和栖息地的严重破坏 黑犀牛近半个多世纪以来 数量锐减已被列为极度冰位动物 今天是我们经济新星联播节目 本年度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明天我们即将挥别 2019迎来崭新的2020年 是的 明天晚上的20点30分 至次日凌晨的0点15分 财经频道将会推出跨年特别节目 新年新世界 带领观众朋友们 开启一场财经跨年的欢乐之旅 是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在这里我们二位也给大家祝贺新年 预祝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身体健康 新年进步 数年吉祥 是的 还有继续锁定财经频道 更多精彩的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